今天我们读罗马书 读到第一章的第三节 那里说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第四节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 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 牧里接受或制衡的看法 这两节经文 不是指 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 这里不是在讲 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 是在讲这位 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 就是已经道成肉身的 不是在讲他的人性神性 这位已经道成肉身的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整个生命的两个阶段 神学上一般称为 降卑的阶段 跟高举的阶段 那这里说 在第三节 already in verse 3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已经是指 道成肉身的 神的儿子的 born of the seed of David 由大卫的后裔而生 所以他服在历史的 主办的条件之下 因此 因此 第四节 verse 4 是指整个的 道成肉身的过程 整个道成肉身的历史的过程 的另外一个阶段 而这两个阶段 就提供了 福音的内容 那这个是完全是合理的 我再讲 假如说第三节跟第四节 是指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 那就 不像是福音的内容 因为第二节 第一节 为保罗说 特派传上帝的福音 这福音是上帝从前 结终先是在 圣经上所应许的论道 论道 所以福音论道什么 或者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呢 福音的内容不是 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 但是若说福音的内容 是道从肉身 从大卫的后裔而生 然后呢 他当然死了 从水里复活 上帝特别荣耀他 那这个是福音的内容 再来 主耶稣基督道从肉身 这样被在世界上 按肉体说 按照这个诚实来说 他是大卫的后裔 的后裔 从大卫的后裔而生 然后呢 圣灵使他从水里复活 上帝特别 指他是 特别高举的荣耀的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大神肉身 一生死复活 被荣耀 这个是福音的内容 耶稣基督道 人性和神性 当然没有在福音内容以外 但是那个不像是一个 福音内容的 总结 所以再来 第四节所讲的这个 作为 这个动作 是在讲 道从肉身的 神的儿子的 这个 非常的合理的 是 福音内容的一部分 第十五页 在这里呢 使徒保罗在处理 道从肉身 神的儿子的 特别的一个的 事件 event some particular event 在这件事情呢 道从肉身的神子 耶稣基督 是被上帝 被父上帝 赋予能力 也设立他 在一个掌权的 充满着主权的地位 我再讲一次 好 in statement in vestiture 耶稣基督 父神给他这个职位 简单的说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给他这个职位 赋予他能力 这个职份呢 是 主权 是掌管宇宙的主权 因为主耶稣基督 被父神赋予 power能力 所以呢 他目前 就是复活之后 这个地位 这个状态 是比前面的 完全是更加的 有力 更加的荣耀 那下面马上就 告诉我们 这个事件是什么 就算我们把 以大能 这里呢 以大能显明 是神的儿子 显明呢 木里已经说过了 是指定 指派 appoint 就算 假如我们把 大能 与appoint 中文翻译显明 连在一起的话 这里一个问题 也是可以解决的 保罗可以说 保罗可以说 Jesus the incarnate son enters into a new phase of lordship 到从肉身的神子 耶稣 现在进入到 祂的主权 lordship的 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 保罗不可能说 也不会说 从现在开始 耶稣是神的儿子 不是这个意思的 可以再来一次 这个新的阶段 不是说现在 耶稣成为神的儿子了 不是的 是已经是神的儿子 从来就是神的儿子 到从肉身 的某一个阶段 就是说 祂复活的时候 父神特别给祂能力 可以说救之 investiture 现在祂进入到 这个特别荣耀 特别有权柄的 的一个地位 以大能指派 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再说 不是说在以前 不是神的儿子 第四五页下面 第四页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Holiness 按圣上的灵说 按圣上的灵说 第四节 这样子的表述 新的圣经 唯有这里 一处 那这个按圣上的灵说 和第三节的 按肉体说 是parallel 平衡的 所以假如第三节 是论到基督的人性 那么第四节 是不是论到基督的神性呢 绝对有这种的 结晶家 有这种的看法的 第四六页 穆里说 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There are other contrasts which are relevant to the apostle's theme in these verses 在第三第四节 这里 不是在讲 耶稣的人性 和神性 还有其他的 对照 所以呢 我们 不是只有这个选择 说第三第四节 是指 耶稣的人性 和神性的 不要忘记 by the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借着耶稣的 从死里复活 耶稣的复活 是指 耶稣的人性 对吗 你再来一次 第四节 不是讲 耶稣的神性 因为 耶稣的复活 本身就是 他人性的复活 唯有 我们看 他的人性 才能够说 他身体 复活了 不但如此 This correlation with the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moreover provides the clearest indication of the direction in which you are to seek the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n question 因为 按圣善的灵 和基督的复活 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里就指出 我们要怎么去 了解 这个按圣善的灵 就给他们一个方向了 正如 just as accord to the flesh in verse 3 第三节 按照肉体来说 defines the face which came to be through being born to see the David 按照肉体来说 是为这个阶段 做定义的 就是说 当基督 从大卫的后裔 而生的时候 这个阶段的定义 是按照肉体 那我上次说过 这个肉体呢 可以是指 这个世界 这个世代 就是说 这个充满着罪的 但是还没有到 世界末了的 这个世界 按照这个肉体 这个城市来说 用佛教的话 城市 会成的城 所以按肉体来说 是指 基督 从大卫的 后裔生 所带来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 按圣上的灵 就是指 借着 他复活 所带来的 所开始的 的另外一个阶段 那这个什么阶段呢 when we ask what that new phase was upon which the son of god entered by his resurrection well there's copious new testament allusion and elucidation 第十七页 新约圣经里 很多很多的 明说和暗志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 使徒行传 第二章 三十六节 使徒行传 第二章 第三十六节 彼得在五星节 所讲的话 第三十六节 故此以色列 全家当 确实都知道 你们钉在 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 上帝已经 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耶稣就复活 上帝设立他 做主 Lord 做基督 做弥赛亚 以分所书 第一章 二十到二十三节 就是照他在 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 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些 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组织的 和一些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 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 做万有之手 教会使他的身体 是充满 万有之手充满的 所以耶稣基督复活 上帝设立他 坐在自己的右边 设立他 远远高过一切 执政掌权的 也给他 超过所有 名字的名字 万有的福 在他的脚下 简单的说 他是万有之手 所以复活 十六千书第二章 三十六节 父上帝设立他 做主 这里 上帝 父上帝设立他 做万有的手 万有的头 弗里比书二章 九到十一节 这些都是我们 很熟悉的 记录应该都很熟悉的 经文 弗里比书第二章 九到十一节 所以上帝将他 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 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所以地位 名 全能 主权 名 叫一切 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是荣耀归于父上帝 所以耶稣基督 得到这个 超乎万民以上的名 他是天地的主 最后彼得前书 第三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彼得前书第三章 从第二十一节 开始 这谁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这洗礼 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上帝面前 有无愧的良心 耶稣已经进入到天堂 坐在 在上帝的右边 众天使和有权柄的 并有能力的 都服从了他 耶稣基督 现在 大能地能够 竭尽人的良心 他坐在父神的右边 天使和一切有权柄的 都服在这位主 的主权之下 这些是新约圣经 一些代表性的经文 所以我们要问 若要问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进入什么一个阶段 那新约圣经很明显地说 他进入了这个 做宇宙的主 的阶段 不是说他以前 不是宇宙的主 请注意 你不能这样推论的 我们在这里 不是在讲系统神学 是讲圣经神学 我们不是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 宇宙的主 说以前就不是了 不是不是 他从来就是 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我们在讲的是 这位宇宙的主 三级真神的第二个位格 当他到成肉身的时候 他经过了一个 降悲的阶段 一生的阶段 死的阶段 复活的阶段 到复活的时候 父神的美意 就是要 赋予耶稣基督 万名以上的名 最大的权能 不等于说 他以前不是 我们在这里是讲 神子 神人二行的 耶稣基督 走过的不同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 父神特别告举他 荣耀他 给他至高的名 至高的地位 做宇宙的主 by his resurrection and ascension 当上帝的儿子 借助他的复活和升天 the son of God incarnate entered upon a new face of sovereignty 现在 这位大宗路生的神的儿子 进入了一个 新的主权的阶段 and was endowed with new power correspond with and unto the exercise of the mediatorial lordship 现在呢 父神赋予他 新的能力 是相配于他 能够执行 这个 mediatorial lordship 中保 主宰 又是主 又是中保 他已经使神人和好 成就了这个大功 现在他是中保主 父神给他的能力 是适合他现在 执行这个宇宙的主宰 而且是中保 It is in this same resurrection context and with allusion to Christ's resurrection endowment that the apostle says the last Adam was made life-giving spirit 就是因为这里讲的 这整个的历史的处境就是 耶稣基督复活了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5节说 末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 或者吃人生命的灵 the last Adam was made life-giving spirit 首先的亚当成为有生命的活人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得很特别 很奇怪的 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5节上 首先现在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灵化作血气 有血气的活人 OK 英文是 The first man Adam became a living soul 所以不是有灵的活人 是活的灵魂 而受这个字呢 就是指生命的意思 那因为我们先入为主 很多基督徒结束三元论上 人有灵有魂有体 所以呢 我们读到魂这个字呢 就是有魂了 不是 魂这个字 受那份是个字 就是指生命 所以 首先的人亚当成为了活的 活的 living soul 一个活的有生命者 讲了两次 活的活的 living soul 因为上帝 吹了一口气 所以他现在成为活的活的 living soul 但是幕后的亚当呢 成为叫人活的 吃人生命的灵 and it is to this that he refers elsewhere when he says the lord is a spirit 而在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十七节 保罗更加直接了当地说 主乃是 灵 the spirit 中文是那灵 好 请注意 the last atom was made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幕后的亚当成为 life giving spirit 叫人活的灵 哥林多后书三章 the lord is the spirit 主就是 那灵 我们先排除一些的误解 首先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并没有成为圣灵 若是如此 三位一体就变成两位了 不是的 所以 幕后的亚当成为灵 主乃是灵 不是说 主耶稣基督 和圣灵 现在就没有分别的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在说 我们这里是在讲 圣经神学 讲救赎历史 所以 幕后的亚当 耶稣在他复活的时候 他成为 灵 什么意思呢 他 我们的 道主肉身的神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 他在世界上 每一步 都被圣灵充满的 路加福音特别清楚 但是在主耶稣 不活的时候 他是特别特别特别的 被圣灵充满 那我再说 他在永恒里 就被圣灵充满了 父子圣灵 好好的 彼此相爱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 不是在讲 圣经神学 是在讲救赎历史 我们都知道 耶稣被圣灵充满 父在子里面 子在父里面 主跟子都在灵里面 等等 这个 是他们永恒的 生存心态 不是在讲这个 他 在地上 常常都被圣灵充满的 圣灵充满 他就做什么 但是他复活的时候 他特别的被圣灵充满 充满到一个地步 圣经说 主就是那灵 主就成为灵 我想了好多年 我自从读神学 保罗神学的时候 Richard Gavin老师就讲这些了 我终于想到一个例子出来 譬如说 有人很喜欢 Bethoven的音乐 他晚上做梦都是做Bethoven的 白天 从早到晚都是听Bethoven的 所以他整个人是充满着Bethoven 这个人就是Bethoven 明白吗 他完全被充满 而不是等于说 这个人就变成 十九世纪初的那个作者 作家Bethoven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 耶稣基督在复活的时候 特别被圣灵充满 还有附带一些 不是罗马书一章第四节要讲的 既然主是灵 那我们要问 OK 主 耶稣没有成为圣灵 那这个是 is 或者成为 became 什么意思呢 不是第二个位格 和第三个位格 等同 乃是 第二个位格 和第三个位格的工作 等同 It is not that the two persons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became the same not the person but the work the work of the second person and the work of the third person became the same 三位格 第二个位格 圣子的工作 和第三个位格 圣灵的工作 完全一样 什么意思呢 耶稣基督 是神人二性的 祂现在还是神人二性 按照祂的神性来说 祂是无所不在的 按照祂的人性来说 祂现在不在地上 身体灵魂 人性的全部 在天上 祂升天了 对吗 再来一次 从耶稣基督的神性来看 祂是无所不在的 但是从耶稣基督的 人性来看 祂不在地上 祂在天上 现在 复活升天的神子 圣子 在地上 有没有在做祂的工作呢 有 而地上 就是升天之后的 耶稣基督 现在在地上 所做的一切一切 都是由圣灵来做的 我举几个例 耶稣基督爱我们 但我们在地上 祂在天上 是 圣灵将上帝的爱 交换在我们心里面 就等于耶稣爱我们了 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 耶稣救了我 我知道我有得救的确据 那是圣灵在我心里面做见证 罗马书第八章 耶稣基督在我们 两三个人 奉祂的名聚集 祂与我们同在 因为圣灵在 就等于耶稣基督在 再来 圣灵教灌神的爱 在我们心中 所以就等于耶稣基督爱我们 圣灵与我们同在 不但是个人心中 教会特别特别是圣灵 与我们同在 圣灵与我们同在 就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圣灵与神的话 一起的管理治理 入教会 就等于耶稣基督在统治教会 明白吗 天上的神人耶稣基督 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 在祂升天之后 全部是圣灵做的 当然天上的神子 也是在做祂的大祭司 带求的工作 祂在地上在做什么 在救我们 赐给我们得救的 却去爱我们 与我们同在 治理我们等等 这些全部由圣灵来做 所以主乃是那灵 主的工作和灵的工作 现在是一个了 Lord in this instance as frequently in Paul is a Lord Christ 所以 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十七节 主乃是那灵那个主 当然就是主 基督的 第十八页 The only conclusion is that Christ is now by reason of the resurrection so endowed with and in control of the Holy Spirit that without any confusion of the distinct persons Christ is identified with the Spirit and is called the Lord of the Spirit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结论 就是现在耶稣基督 因为祂复活呢 是那么的充满着圣灵 但是两个位格 圣子跟圣灵 没有混淆 那么的受圣灵充满 主跟灵就等同了 不过祂是谁呢 那中文没有直接翻出来 He is called the Lord of the Spirit 灵的主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那里呢 中文用了两个短句来讲 The Lord of the Spirit 既然基督是圣灵的主 就等于圣父 所以耶稣基督的父 就表示灵不是主 主不是灵 Thus when we come back to the expression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现在我们回到 罗马说第一章第四节 按圣善的灵 Our inference is that It refers to that stage of pneumatic endowment upon which Jesus entered through His resurrection 按圣善的灵 我们推论是指 现在耶稣基督 完完全全被圣灵充满 上帝把圣灵赐给他 这个阶段是 借着基督的复活 他现在进入到这个阶段了 The text furthermore expressly states The Son of God with power The conundated Spirit of holiness 按照圣善的灵来说 神的儿子充满着大能的 With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他从这里复活 与这个有关的是 按照圣善的灵 他是上帝的 有能力的大能的儿子 Son of God with power An appointment can be none other than that which came to be by the resurrection 所以呢 就是完全是因为 基督的复活呢 父神现在 指定他是 充满着大能的 神的儿子 The thought of verse 4 would then be 所以呢 保罗在第一章第四节 要讲的是 But the lordship in which he was instated by the resurrection is one all pervasively conditioned by pneumatic powers 要讲的是 因为耶稣的复活 父神所设立的 耶稣的主权 是完全有圣灵的 大能充满的主权 The relative weakness of his pre-resurrection state reflected on in verse 3 第三节所讲的 他复活之前的地位状态 相对来说是软弱的 is contrasted with the triumphal power exhibited in his post-resurrection lordship 所以他复活前的 那个降悲的状态呢 是相与这个在他 复活之后做主的 完全胜利的大能 相对照 这里说relatively weak 相对来说软弱 不是说神的本质上 有什么软弱 他是进入到这个软弱的 这个罪的世界里面 是为了我们 为了救我们的 What is contrasted is not a phase in which Jesus is not the son of God in another in which he is 所以这里的对照 不是说有一个阶段 耶稣不是神的儿子 第二个阶段 他是的 绝对不是 He is the incarnate son of God in both states Humiliation and exhortation 不论在降悲 和身高 在两个状态中 就第三节第四节 他都是神的儿子 大宗肉身神的儿子 不是说一个他不是神的儿子 一个是 不是的 他两个都是神的儿子 而且是大宗肉身的神的儿子 And to regard him as the son of God in both states belongs to the essence of Paul's gospel as the gospel of God 保罗所传的是神的福音 神的福音本质里面 一定是看基督是神的儿子 不论是降悲 或者是身高的 But 但是 The pre-resurrection and post-resurrection states are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那这里呢 保罗在对照 耶稣复活前的状态 复活后的状态 And the contrast hinges on the invested term With power By which the latter is characterized 那这里的对照 关键就是 在复活之后 上帝赋予圣子大能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progression In the messianic achievements of our Lord And a progressive realization of messianic investiture is hereby events 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是 一方面 我们的主耶稣 身为弥撒亚所成就的工作 是随着历史进展的 大神肉身 无罪的一生 死 复活生天等等 不但耶稣所成就的事 走过历史 上帝怎么一次一次的 让耶稣认知 赋予他名字 地位 职份 也是走过历史的 不同阶段 我再讲一次 耶稣从来就是神 但是 圣子既然愿意来到世界上 做弥撒亚 包括 宪主祭司君王 这位弥撒亚就要走过 从同志里 父中生 母罪的一生 教导神 祭司 复活生天等等 所以不但他所成就的大功 是有不同的阶段的 父神怎么赋予他 名字 地位 职份 能力 也是有不同的阶段的 我现在这里做一个应用 自从1970年代吧 特别是导航会 Navigators 出现了 他们早早就存在 但是我的意思是 他们的工作开始普遍 所以呢 不仅仅是有 Campus Crusade 学院传道会 教导学生们传福音 University 或者FES 教导学生查经 现在有导航会 专门讲门徒训练的 那70、80、90年代都有 不同机构 不同宗派 出版很多门徒训练的 一套一套的材料 到了21世纪 也不例外 一直到 默想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 门徒训练的方法 而我所接触到的 福音派的门徒训练 背后的圣经基础 大部分都是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三年 我们都会学到 耶稣基督向广大的群众教导 特别花时间在12个门徒身上 12个他又特别花时间在三个门徒身上 所以我们的门徒训练也有着三个不同的大中小 不同的圈子不同的范围等等 很好 曾经有一位我人生的师父 Dr. Samuel Rowan 他的女儿后来在Westminster写了一个paper 讲什么呢 他说我们不仅仅是要从耶稣基督在地上了三年 怎么训练门徒 不仅仅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们的关系 得到启迪 知道什么是门徒训练 耶稣的降悲 道从肉身 无罪的一生 当然包括他与门徒们的关系 他的死 复活 升天 带球 万明至上的名 宇宙的守 每一个阶段 耶稣基督 Who he is 他是谁 What is he doing 他所做的 都需要启迪我们 告诉我们门徒训练是什么 不仅仅是 他花最多时间在三个彼得 两个约翰身上 所以我们也需要花最多时间在几个我们的提摩太身上 那是一个点 One point 神的儿子道从肉身 作为弥赛亚 他走过这么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有非常 深远的意义 都等待着我们教会去发掘 去发挥 发展 这里要讲的是 他的复活前复活后 两个阶段的地位是非常的不一样 他所成就的工作走过不同阶段 父神怎么对待他 怎么赋予他名字 他的职份能力 也走过不同阶段 What signalizes this progression i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而最关键的事件 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Everything antecedent in the incarnate life of the Lord most toward the resurrection 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前 所有的事情都是朝向祂的复活 And everything subsequent rests upon it And is conditioned by it 而耶稣复活之后 一切的事情 都是根据祂的复活 而祂的复活 也为后面一直到祂带来之前 祂所做的一切 Condition 涂上颜色 或者说后来的一切的工作的本质 都是由祂的复活所影响的 所以复活是那么关键的一个事件 又来做一些应用 我们福音派一般讲的 最多的是耶稣的死 我的老师Richard Gaffin 他的博士论文是 Resurrection and Redemption 复活与救赎 事实上复活才是高峰 复活才是最重要 不是说死者不重要 没有这个意思 整个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 一直到祂升天 主题是顺服 Obedience 祂顺他的父 还不是爱 爱是父上的爱 所以祂差遣儿子来 耶稣基督一切的地上的工作 的主题是顺服 而这个顺服到了死 埋葬 现在父上帝完全的怨纳 肯定 confirm 高举他 所以复活是 耶稣是主 一个父上帝向宇宙宣告的 包括像魔鬼跟邪灵 复活是 整个耶稣基督工作的高峰 还有升天 所以 祂的受苦 是 复活 升天 圣灵的降临 这几件事情 是 一件事 It's one event 不同的环节 Different episodes 受苦 死 埋葬 复活 升天 坐在父神的右边 拆遣圣灵 这是一件事 这是他整个救助大功的高峰 也是他顺服的高峰 二十页 This is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gospel of God And it is that with which the prophetic promise was engaged 那这个就是上帝的福音了 第一章 第一第二节所讲的上帝的福音 就是讲耶稣的复活前跟复活后 降悲 顺服 跟得荣耀 而众先知们所讲的应许 就是讲 这个 罗马书 再回到第一章 第一第二节 这福音是上帝从前 借着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 应许是什么 应许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要降悲 然后呢 跑到这里没有详细讲了 然后耶稣就要从死里复活 说万有之主 这个就是旧约的应许 或者先知们在旧约讲什么的 旧约圣经是讲什么的 是讲耶稣基督 是讲耶稣基督是主 谁说的 耶稣说的 路加福音24章 25跟26节 还有44到47节 路加24 25到27 24到48 摩西先知诗篇 就是整本旧约 是讲人子如何受害 然后进入他荣耀中 是必然的 再来 从头来过 罗马书第一章 耶稣基督 普人保罗奉赵为使徒 他派传上帝的福音 这福音是上帝从前 接着众先知 在圣经上 当然是指旧约圣经 所应许的 福音是旧约讲的 旧约里的众先知讲的 论到他儿子 我们主耶稣基督 就论到这位道重 肉身的神的儿子 从这个城市来看 神的儿子的这个城市 从大卫后裔生的 所以他的家谱 一直可以推到 当然可以推到亚当 亚伯拉罕 大卫等等 但是呢 因为他从这里复活了 被圣灵充满 上帝特别赋予他 大的能力 新的名字 上帝向宇宙说 这个是我的儿子 还有一点 慕里这里没有讲 因为慕里这本 圣经著书 应该是1957年出版的 我的老师Richard Gaffin 写的博士论文 加若没有记错 是1970年完成的 在威比斯特完成的 灵 圣山的灵这个字 我的新的老师 再进一步的去解释 很精彩的 首先肉体 肉体这个字呢 Flesh呢 有很多意思的 而新的圣经里面 讲的最少的 就是我们物质的身体 讲的比较多的是 犯罪的倾向 那股势力 OK 那我的老师 发现这个肉体 特别这里 罗马书一章 第三节 是指 这个城市 凡有血气的 All flesh 中文应该凡 所有肉体 凡有血气的 凡有生命的 就这个充满着 活的人 等等的世界 也就是说 充满着 罪的世界 有别于 灵 OK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 读到 在罗马书第一章 基督父皇 父上帝 指他是 神的儿子 给他一个新的 也是旧的 也是新的名字 给他特别的能力 他有圣灵充满 我们可以这样说 肉体是指 这个世界 这个世代 这个世界 这个世代 地上的世界 地上的世代 那 这个世代 是与什么对照 将来的世代 这个世界 就是与 将来的 世界对照 地上的世界 就是与 天上的世界 对照 之一 是 灵 OK 再来一次 这个世界 充满着 活人跟 罪的世界 其中一个名字 叫做 All flesh 肉体 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 The world 上帝爱 这个世界 约翰3章16节 没有说是人的 中文把这个人 再加进去 这个世界 从亚当开始 从上帝创造开始 到主再来 结束的 其中一个名字 叫做 All flesh 肉体 到主耶稣 再来 结束 这个世界 这个世代 是在地上的 最后结束 是主再来 好 主耶稣的 道成肉身 特别是 祂的复活 就开始 一个新的世代 从祂的道成肉身 特别复活 开始 的名字 叫做 来世 叫做将来 切不来书 第一章第二节 来世 切不来书 第二章 将来的世界 第二章第五节 OK 这个将来的世界 来世 或者末世 或者末日 end of end time the last days 是从主的第一次 来开始的 特别是 从祂的复活 你可以说 祂的降生 复活都OK的 OK 那这个 将来的世代 已经开始了 2000年前开始了 下面这个世代 还没有结束 所以自从主耶稣 基督 展开了这个灵 这个世代 之后 全人类都活在两个世界 两个世代 特别是基督徒 我们活在这个肉体 all flesh 这个世界 这个世代中 所以我们有试探 有软弱 会病 会死 会忧伤 会劳碌 会受苦 为了负瘾人 会受苦 但是我们同时 已经是 在这个灵 称为灵的新的世界 新的世代里面 所以我们有盼望 我们已经是得胜的 我们已经是在天上 与主在一起的 哥勒西书 已经在天上了 基督徒来说第十二章 我们在地上 我们在天上 我们在地上 与all flesh 凡有肉体的 凡有血气的 这个充满了罪恶的 叫做肉体的世界 我们还住在这里 但是我们已经是 天上的国民了 腓立比书三章 二十节 我们已经来到 天上的耶路撒冷了 西伯来书十二章 十八到二十九节 而 这个新的世代 有几个名字的 很不幸的 我们非灵恩的教会 都没有抓住 这些经文 重大的意义 我们的教会 没有用这些命名 其中一个名字 这个新的世代 好几个 一个新的世代 没有的就是 新的生命名字 就是新的生命名字 这里是新加坡 另外一个就是灵 Spirit 所以改革中的信徒 应该是最灵恩的 就是最注重圣灵的 不是怕讨论圣灵的 好 讲一讲 新的生命名字 好 格林多后书 第五章十七节 中文是这样说的 英文也差不多一样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 新造的人 If any man be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ure 其实不是的 英文应该这样翻 If any man be in Christ 没有He is的 没有He is的 他就是一个 没有的 If any man be in Christ new creation 是这样子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新宇宙 好像我们看 太空的电影一样 那个镜头 突然之间从太空船 一拉拉到 整个宇宙这么多的星 星球 星球 系 一拉拉出去 无限这么多的星 给你看 若有人在基督里 新宇宙 所以不是在讲 我是新造的人 我们当然是新造的人 那有其他的经文 包括以弗所书 四章 二十三 二十四节等等 但是哥林多后世 第三 哥林多后世 第五章 实际上要讲的是 我们已经进入到 这个新的世代 新的宇宙里面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新宇宙 你说不是要等到将来 才有新天新地 是的 我们现在 但是圣经明明说 我们已经 是这个新宇宙的一份子 借着祷告 借着圣灵 借着教会 借着盼望 等等 那回到 罗马社第一章第四节 按照这个城市来说 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 从大卫的后裔而生 但是按照这个 在富佛展开的 新世代 这个名字叫灵 按这个圣灵时代 圣灵世界来看 因为基督同时里复活 上帝特别给他大的能力 特别向宇宙宣告 这是我的爱子 耶稣基督现在是宇宙的主 我再说不是以前不是 这特别是 那你说 他现在是跟以前是有什么分别 简单的说 打你 分别是他以前还没有复活 现在复活了 你说 你都没有讲话 我问你吗 有什么分别吗 前跟复活后有什么分别 分别是他 以前还没有复活 现在复活了 你说你在讲什么 我在讲旧熟历史 在讲圣经神学 在讲 道成肉身 神子经过哪些的阶段 明白吗 对神重要 所以对你也应该重要 神说是阶段 你就要结束是阶段 我再说 那这个是1893年 或者很 Garhardus Vos 开始特别的 专攻圣经神学 让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 我们在座的 或者是听这些广播的 很多弟兄姐妹呢 接触到改革中 或者归正的信仰呢 不会太长时间 甚至乎从信主 到接触归正 改革中神学呢 不超过一两年的 所以问你 做了几年基督徒 做了几年改革中基督徒 差不多一样的 答案是 可能是不超过十年 不超过二十年 不论我们是 透过接触到哪一个品牌的 改革中神学 堂牌 礼牌 陈牌 正牌 灵牌 Piper牌 Paul Washer牌 Tim Keller牌 等等 不论你哪个品牌接触到的 大部分的 对不起 特别是不是长老会的 大部分的基督徒 你接触到改革中 我知道了 马丁路德 应期生意 加尔文 预定 OK 讲完了 所以我们很多 改革中的 包括传道人 我们要 设立一个改革中的教会 OK 我们就教导 加尔文主义五要点 等等 那没有错 不过 假如你整个改革中身份 就是五要点 或者系统神学的话呢 就好像你说 我是非常爱吃鱼的 你看 鱼的骨头 你吃鱼的骨头吗 不是嘛 你吃肉不是吃骨头的 骨头是吃完之后 剩下来的东西 对吗 同样的 加尔文主义五要点 是那个骨干 OK 那个肉呢 就这个咯 肉就是 这位 创世之前 就是只有拥有的 这么崇高的主宰 三地真神 他是怎么样 设计 然后执行 救赎计划的呢 答案是 他是从创世纪第三章 直五节就开始了 不是那时候开始计划的 那时候开始执行 他跟夏娃说 他的后遇必要压伤 蛇的头 等等 接下来 他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摩西 以色列 等等立约 大卫 走罗门 他立约 约里面有救恩 有诫命 有应试 有诫命 然后一直演变到 上帝亲自来 第二个位格 到总肉身 等等 所以呢 不论神是在 救赎他的子民 是走过一个历史过程的 有先 有后 耶稣基督是高峰 不论上帝是在设立教会 有先 有后 有旧约的教会 有行的以色列 有新的教会 有先 有后 主耶稣的死跟复活 是高峰事件 包括圣灵的降临 不论是上帝要在宇宙 达成他创造时候的目标 就是 让亚当和基督 掌管宇宙 上帝在创造的时候的计划 其中一个就是让亚当 管理宇宙 也就是耶稣基督 管理宇宙 走过一个过程 在有先有后 主耶稣基督 到总肉身是高峰 我在讲什么 在讲希伯来书 你听懂了吗 上帝从古时候 多次多方 小欲 但是在漠视 他儿子 所以上帝 是在做 他启示的功夫的 有历史的过程 有先 有后 古时 这漠视 耶稣就是高峰 OK 上帝在救赎 前面有亚伦 各种的祭司 幕后有耶稣基督 上帝在设立教会 摩西 希伯来说第三章 一到六节 摩西是在神的家里面的仆人 基督是在神的家 中文没有翻出来 基督是在神的家上面 over God's house的儿子 一个是仆人 一个是主人 所以上帝在设立他的教会 走过历史的过程 有先 有后 耶稣基督是高峰 而耶稣基督本身 他的功德又有 先 有后 他的复活是高峰 刚才这句是 把两句打起来是 刚刚刚刚刚刚刚 想出来的 所以每次讲每次教 都有新的看见 我再讲一次 整个神的启示的过程 救赎的过程 设立教会的过程 掌管宇宙的过程 不论是让人 或者让基督掌管宇宙的过程 都有他的历史 不同的阶段 有先 有后 耶稣基督是高峰 而耶稣基督本身 道同肉身 一生无罪 赚来的义死复活生天等等 有先 有后 复活跟生天是高峰 那你这个把它再与 预定 加尔文主义五要点 把它mesh together 融在一起 这个是改革中 OK 不是嘴巴嘴边 每四十分钟 讲一次预定 所以你神学院毕业 不要第一篇讲到 就讲以弗所说第一章 第三节到第六节 明白吗 有很丰富的 神的救赎历史 启示历史 设立教会的历史 管理宇宙的历史 这样子 加上 神的主权 预定等等 刚才我讲那几套的历史 就让预定 带上血色 有皮肤 有肌肉了 明白吗 不只是 一套鱼骨头的 好 圣上的灵 是指 复活所展开的 新的宇宙 新的 世代 而这个新的世代是以 从主耶稣到从肉身开始 没有结束的 所以你要画一个图的话 是这样画的 两条线 下面一条线 从左边过来 上面一条线 中间开始 一直往右边 然后中间你画一个四方 因为下面这个 有结束的 画一条线上去 这个就是主再来 上面那个有开始的 画一条线下去 那个是大宗肉身 和基督的复活 所以从大宗肉身复活 到主再来之间 两个世界 两个世代是重叠的 下面是肉体 上面是灵 就是罗马书第一章 第三和第四节 所用的这两个字 好 各位听了一个小时 脑袋已经变成扎薯条了 不过盼望 各位会感觉到 很兴奋 OK 就是说 我们不仅仅是 东南亚中文 不仅仅是 咪咪摸摸 咪咪摸摸摸 做基督徒 好像我在槟城 看到很多的 uncle退休的男人 他还坐在他的店里 每天在那里 咪咪摸摸 再看他的 发黄的报纸 再拿他以前的东西 拿出来再看看看 穿件内衣 就整天坐在那里 很多基督徒的咪咪摸摸 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子里 有基督徒 若有人在基督里 新宇宙 好像Star Wars 你看到这个太空船 外面这么多的星球 那个是耶稣基督 复活展开的 就是圣灵时代 就是耶稣要做 宇宙每个角落的主 一个名字叫做灵 按照这个圣上的灵的时代来看 基督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父上帝 特别大能的指 他是大能的儿子 这个是福音 神的儿子 在进到这个城市 他按照大卫的家谱 就是亚伯拉罕大卫 等等的家谱 而生 中间还有他的无罪的一生 死等等 然后他死里复活 展开新的灵的宇宙 这个是福音 这个是旧约先之所应许的 我们现在有些 包括休息之后 我们还有下一段等